金金花即将到来 左轮金皮三面神 雕刻家紫皮玛丽亚 牛仔紫皮 蜡烛人 而这三款皮肤 分别代表着 不听 不看 不说的 三面神 从身体表面设计的神秘图案 到背景故事都非常契合 尤其是这武器 好家伙 除了小部分黑色以外 全都是金色的 最太耀眼了吧 再就是 雕刻家的紫皮玛丽亚 轮椅变成了古老的刑具 就连座位上也都布满了尖刺 从宣传CJ中 也看出了雕刻家非常痛苦 手中的雕刻刀 也变得非常锋利 最后则是牛仔的蜡烛人 手中的鞭子变成了 一身是骨头链接而成的 在背景故事中 他曾试图推翻三面神的统治 但奈何 村里的人胆响懦弱 最终成为了蜡烛人 当剩下的蜡烛熄灭 就得有一个人 被选出来 当作三面神的纪律 而这个人就是 唯一支持蜡烛人的女孩 玛丽亚 当她被送上山后 她发现三面神 早已废弃了这个利率 被选出来的人 在绝望中 都被送出了那个 愚昧的村庄 还有还有 我们的困轮 不负众望 继承了优良传统 在上线前 惨遭削弱 分别为 轮件技能 沉默之轮 初始可用次数 从两次 小逃至于一次 一阶人形态技能悲观 冷却时间 就16秒 延长到了25秒 有效范围 从24米 最小到了18米 轮件态技能 真次之轮 持续时间 从12秒 所等为10秒 二阶技能 吸血 有效范围 从16米 降低到了12米 这次驱弱 可以说是将技能 全部削弱了一遍 但新监管的强度嘛 你才觉得依然很强 不过比起这些 马上就要到4月份了 丢人格 也终于迎来了三周年 相信一定有人 心心念念着 舞女的恶之花 但不知道 这次周年 进了新皮肤 到底会花落谁家呢 大家快在评论之中 大胆地预言吧 万一 真就需要这种了呢 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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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